好 其實類似的虐童案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法律都沒有辦法保障民眾嗎 其實很多爸爸媽媽都很擔心 那實際上依照刑法 林內未滿18歲的人致死者 就處無期徒刑或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就是導致重傷的話 會處5年以上12年以下徒刑 法務部有說 這個林內致死跟殺人犯意輕重是不一樣的 所以沒有辦法用同一個刑度來處罰 但如果說證明了 加害者林內的目的就是要殺人的話 是可以改依殺人罪來論處 不過我們實際上看看過去 就在2019年桃園市曾經爆出了 六個月大的男嬰兒 早上送托到保姆之後 就被虐打造成是頭部重創 急救一個月之後死亡 當時保姆被判刑8年半 好之後在2020年在台北 以及接下來可以看到2021年在台南 都有類似的男童被虐待致死案 但是實際上被判死刑的案例是完全沒有的 那議員調閱的數據其實也發現了 從2019年到2022年我們台北市呢 18歲以下的兒少保護個案 受虐人數從800多人變成到900多人 尤其是在身體虐待類型的案件 是一直在上升的 這個數據短短4年已經暴增了7倍以上 那即便你可以看到這個社安網的預算 是超過了400多億 這些錢到底都用到哪了 因為漢市依舊是持續在發生